今天我来到了我波特兰代售的这个小公寓里边 我就用我自己实际的例子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不要投资房产 因为房地产你投资了之后 它变现非常的慢 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 当然你地理位置价格什么都合适的话 这个也要看缘分 它出手会非常的快 但是起码也要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这个房子我是住了六七年 最近因为大的孩子已经去上大学 我不可能让我女儿自己住在这边 所以我就让她跟我一起住 现在打算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结果我装修翻修 因为以前这个房间里头是地毯 我翻修了一下换成地板 然后玻璃啊 就这么小的一块玻璃 就这个最小的这么一块玻璃 换了一下 因为它列了一个纹 五百七十块钱吧 所以这是中介帮我找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不会修 也量不好尺码 当时有点仓促 就想快点上市赶紧的出手 结果呢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 还是没有动静 而且在俄罗冈州这边 它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它内部的配套设施 你比如说水电还有暖气 就是这个 它叫这个暖气的供应 还有冷气的供应 如果设施不齐全的话是不可以上市 甚至也不可以出租的 所以呢这个房子 现在因为它的这个冷气系统 这个公司啊 它做的时候当时是没有按照合法的程序 给做好 你看在外面看它有多丑 这些管线全部都在外面 所以现在呢 它就还有一个纠纷在里面 导致了我们这个房子要想卖的话 这个纠纷必须得 全部解决之后才可以上市去卖 我们现在呢 是聘请了律师 就整个楼 不是我一个一家 就整个的住户 这个房东吧 聘请了律师也找了新的维修公司 来重新做 你说说这个费用 全部都要摊在这个房子身上 而且这个如果你想卖房子的话 这个费用你要付清 你不能说哎呀 我这个新房子就来买了之后 他来帮我付这个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买这个房子 你说说有的时候 你投资房产 虽然看上去好像是挣了很多钱 但是当你真正卖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牙疼头疼 因为真的是非常难出手 这个呢 我就是从我 这是我手里的最后一套 我需要再卖的房产了 我往后再也不会再碰这个房地产了 简直是 因为自己这方面的经验 包括维修啊 包括管理啊 我管理我都得找别人去管理 这个当中就被扒了一层皮 然后维修呢 也是一样 你像很多人他做房地产做的比较好 他本身也会维修 然后也懂这一块 所以说呢 就是会少走一些坑吧 但是我个人感觉 如果想变现的话 你现在不管是家里急用钱 还是就是想投资其他的东西 你说我想把这房子卖了 有的时候真的是 还是挺难的 我们只能说你顺利的卖了 你自己想要卖的房子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这个过程你提前就要准备两三个月的去装修 装修完了还要有上市的时间 这个才能卖得出去 所以哎呀 我觉得我现在真心的觉得 投资股票 尤其是投资指数基金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都说不要把投资的东西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这个你投资指数基金呢 其实它是有尤其是标普500 它有500家最好的公司 哪家公司表现不好呢 它可以把它踢出去 但是 这个就算是500个篮子了 而不会因为一家公司经营不善 或者是因为各种人为的因素做得不好 你就会把股票砸在手里头 而且它这个标普500呢 它看的是整个的经济环境的增长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管这就是历史发展趋势 不管是因为战争也好 瘟疫也好 还有就是经济危机也好 它的整个的经济都是在往上走的 所以这就是我投资标普500的原因 哎呀 这个小家曾经我跟孩子们挤在这里头 也住了很多年 其实是非常有感情的 因为我觉得就算这个房子 最后我卖了之后是亏钱的 我还是认为它是值得的 因为在孩子们最小的时候 该受教育的时候 我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在普通的学区也待过 所以说他们知道 好的学区和不好的学区的区别 他们是坚决不会再回到原先的学区去了 我让他们看到了 这个还有经历到了 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学校 所以呢他们 我觉得这就是对我的孩子们 最大的一个好处吧 增长了见识 还有对生活的体悟 这个学区呢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都是属于波特兰这边最好的公立小学初中 还有高中 因为一般的学区呢都是 可能初中不太好 高中的学区非常好 但是这个呢是集结了三所学校 都是最好的 这个山上面啊就是所谓的富人区 也叫山顶豪宅区在这个波特兰这边 它的小学呢确实是挺不错 其实当时我看上这个房子呢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手里头只有这么些钱了 这是我在房地产网站上看到的最小的一个户型 因为当时我没有工作 银行也不会带钱给我 所以呢这个当时14万多美金的房子呢 是我现金全款买下的 就是为了孩子上好的学区 也不是用来投资的 所以他也就算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使命吧 好的学区呢还是对孩子们非常有关注的吧 你想我家孩子现在上的这个高中的学区 是波特兰最好的公立高中 他们刚翻新了教学楼 那个红色的外墙 看上去就像哈佛大学似的 而且他们校内呢就有IB课程 如果很多孩子他想学IB课程 在学校内就可以上课 其他的学校有的就必须得到校外去上了 这个呢就省去了那方面的麻烦 而且老师呢好多都是从名校毕业的 对教育事业呀真的是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才会当学校的老师 而且他们本身呢也有寒暑假 这个呢就是说很多人也看重的 比较相对来说还比较自由 而且是政府国家的公务员 他可能退休啊 或者是一些福利待遇比较好一些 我看上这个房子的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的外面的风景 可以看到一年四季 非常的安静 因为他不超洋也没有曝晒 然后也不临街 交通非常方便 走五分钟就到波特兰州立大学 还有波特兰当堂 但是唯一的呢 这个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边流浪汗还是挺多的 哎呀 参天大树 所有的经历还有过往 我都是非常感激的 这套房子真的完成了他的使命吧 你看我自己把这个清理出来 因为都是要利用周六周日来过来清理 当时也把洗手间的这个浴盆给粉刷了一遍 有些东西啊 自己从这个网上学 真的能省很多钱 这个只是因为常年的用吧 它有点颜色 会有点掉漆 颜色有点变黄 当时呢这个中介给我找的维修公司给我报价 1045块钱 就粉刷这个浴缸 什么也不干啊 就单独的粉刷 然后我到网上查一下 买个新浴缸才几百美金 后来呢 我看YouTube视频 上面可以自己粉刷 结果我就买了7刷子 自己粉刷 你看 这不也很专业吗 一下就省了1000多块钱 关键的是哈 我学到了东西啊 而且我用那个7一点没浪费 我又把那马桶盖给刷了一下 所以有些东西 求人哈 不如求己 我们自己呢 在网上去学一下 就能省很多的东西 包括你在买房子 找房子的时候 也不要完全的依靠中介 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在房子 房地产网站上去搜索 你慢慢的你会非常越来越清晰 你想要的是什么 想要哪一块的区域 想要的房型 是一层还是两层的 对吧 想要的是学区 还是离工作地点近 还是投资 投资房地产 我就跟你说 你一定要小心 好吧 这个呢 我是经历的太多了 骗子太多 然后呢 房地产市场 我们也左右不了 而且这个买卖房屋啊 这个真跟缘分是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说 咱们挣这点钱都不容易 大家呢 一定要好好地管理 现在股市呢 也是跌宕起伏 但是呢 投资指数基金 我自己的经验 感觉它是非常好的 因为房地产 包括股票 你的投资盈利部分 如果你卖出的话 都是需要交税的 对吧 尤其是你长期投资的话 它可能鼓励你长期投资 那你可能还会交的少一点 但是像那种短线的 交的税 包括它的服务费用就更贵 所以 大家一定要考虑周全 人到中年呢 这点钱就越来越要小心一点了 否则一折腾 不小心的话 就折腾没了 你再重新赚的话 对吧 时间精力 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更要谨慎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祝大家 都有美好的一天 谨慎 投资 恭喜 发财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